生长期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养护三角梅 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经过夏季的高温 三角梅的根系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枯萎 所以说呢 想要它在秋季快速生长 长失望 必须让它快速长新根出来 那么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呢 就是用这种快速生根粉 诱发它长一些新根出来 因为这种生根粉含有天然生根活性物质 同时各种营养元素 非常的全面 非常的丰富 既可以诱发它长一些新根 又可以补充各种营养元素 尤其是零元素含量比较高 又可以促进开花 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 我们举下用上一些小勺 然后兑上一千小勺的清水 溶解之后 直接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 三角梅的根系发达 吸收养分能力就会变强 那么这样一来 就不担心三角梅到了花期 开花少了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